好 台灣與香港是隔得這麼近 所以其實呢 這個我們真的深受香港電影的影響 對不對 大家今天都扮了 他們最喜歡的這個電影中的人物 首先就從那個衰咖小智開始 你被畫架幹嘛 那個是令彩晨 令彩晨的經典台詞是 鬼啊… 對啊 經典台詞 鬼啊… 令彩晨是個衰咖來的 他怎麼樣都會碰到鬼啊 腰啊 對 他其實是個衰咖 是個衰咖 所以經典台詞就是鬼啊 對不對 那鬼來了就在下面 馬太 我的媽呀 你是演誰啊 黑熊 破壞字網裡面那個 黑熊… 然後是阿莉 超適合 那個阿莉 最終位的經典台詞是 就是阿莉要不要到我家看DVD 我家沙發又大又舒服 不用真的摸吧 對啊 你還真的摸嗎 摔我的眼鏡 我辣媽你 她啦 你還真的摸嗎 阿莉 是… 接下來厲害了 傑弟今天犯的是 瑪諳 瑪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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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起來打幾個拳蠺 瑪諺 瑪諺 好厲害喔 打那個 她的那個連環拳 要把人家打死人 拿旁邊龜臉 拿龜臉來 預備 開始 打胸口 妳是在幫她捶背是不是 真的像按摩師 五星級按摩 小禮按摩 好 來 龜臉妳是哪一咖 韓春喔 妳在幹嘛 好爛 韓春 曾經緯 好爛的經驗 曾經緯來啊 錄什麼 妳在講什麼 我在聽不懂 妳在講什麼 我在聽不懂 妳在講什麼 我在聽不懂 妳在講什麼 妳在講什麼 乾杯 乖長官 什麼東西啦 什麼東西啦 講信 咖咖 太爛 太爛 當然你知道呢 像台灣的電影台 我有時候跟吳俊如聊天 我就說你知道我天天看到你 他說為什麼 我說台灣電影台 一直在播你了 電影 一直重播很多舊電影 根據統計呢 周星馳的唐伯虎點秋香 去年播了800遍喔 我們以為是形容詞 但它是真的發生800遍 你有沒有覺得 一直轉過去都會看到 對 真的 對不對 而且 現在有台語版 還有台語版 還有台語版 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的是說這個 大家是滿愛看這些香港電影的 期待就是明年度有原住民版的 原住民化版的 當然 對 其實今天我們請到的 這個組合不得了了 我們請到的是這個 香港導演中最年輕 真的 最帥氣 如果余文樂跟陳冠希 站在他面前 都要相形失色 還好他沒有走目前 不然其他人都不用 我們現在都怎麼混 長得有導演長這麼帥 這麼有型的 來 介紹一下 各位先生們 讓我們一起歡迎這一位 是我們燕文一二的導演 歡迎 歡迎 姓導演歡迎 歡迎 姓導演 姓導演 姓導演這次 怎麼這麼帥 好兩宅 你怎麼 導演幾歲啊 怎麼那麼帥 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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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偶的 會不會加一些英文的理念 好偶的 拍了幾年電影 拍了一三年 一三年 二十年 二十年 我就說他五歲就當導演 對 你看起來很年輕耶 所以他還當導演 對啊 這次之後代表人的這個新片 是《倩女幽魂》 對啊 2011版 2011版的 哇塞 那這個經典了 經典中期 我跟你講這個人膽子很大 對啊 敢重拍《倩女幽魂》 是不是也導演 現在的 現在的特技都不同 對 在動作方面就很不同 就是多了很多特技的方面 那個小倩還是要用電風扇 一直吹他嗎 還是要吹的嗎 通常小倩在飛的時候 會有幾台電扇 這樣追著他嗎 還是 就一直在吹的 一直在吹 一直在吹 是那個最大的 大概有幾台 兩台 三台 有一台 比這個更大 比這個門更大 那個門還大的風扇 哇塞 那跟飛機差不多的 小倩的嘴唇都被吹起來嗎 對不對 所以再用特技 轉特技 再把它修回來 香港導演很愛接話 真的假的 很厲害 大家有沒有看過《葉問》 有沒有 好不好看 好看 知不知道導演這麼帥 不知道 所以導演拍攝部片拍了多久 《倩女幽魂》 潮杯就一年 但是拍攝就三個月 三個月 一開始罵人 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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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本來圓的 妳怎麼會聽這樣在那邊去 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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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拍多久 拍了 這 摯了 摯了三個月 想哭了 兩個月 再來 接下來這位要好好換 是 這位真的 接著這位 第二位來賓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她是有點意外 因為原本她應該是很 比如說標形大盪 還是很粗獷的感覺 本人在講一句這麼的斯文 受到凡少黃慧的 金山早… 對啊 立王 立王… 立王 他在看他要碰 他在看他要碰 看到嗎 我是瘋 你是神經病啦 神經病應該什麼 會不會那個凡大哥 走在路上有沒有路人 就金山早 會這樣很高興 會叫我金師傅 金師傅 好不好 石鏡… 石鏡 有沒有小孩說 我要打爆你的頭 有沒有 對 反正就是不能叫金師傅 叫我立王 立王 這次在這個《借女幽魂》中 你是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借女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我 我自己裡面演的是一個全新的角色 這次導演安排了一個 就叫下雪風雷 對 是跟古天樂演的 菸齒霞是同門的師兄弟 對 新的角色 所以以前是舞馬 現在是古天樂 哇塞 舞馬老師拉皮成功 然後古天樂的 還有一個帥師弟是樊少皇 對 因為其實這次有點 其實可以說是有點像錢傳 就說了比較之前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蠻就是特別的感情 在裡面是不是葉導演 聽說借女幽魂 不只是跟這個 宁采成談戀愛 主要是跟 燕翅霞跟小倩 燕翅霞跟小倩 這麼有談戀愛 難怪 因為這是錢傳 難怪那個吳馬那麼生氣 每次都要殺小倩 你這個欠人 我殺美妮 對 因為以前你是我馬子媽 後來你又愛上林采成 所以他才這麼生氣對不對 葉導演 沒有 我也他聽不懂 我也他聽不懂 也沒有 也沒有 這個是怎麼發展出來 有這個關係 因為如果林采成會遇到小倩 但是我覺得 燕翅霞遇到小倩 應該在他之前 還有更多的機會見到他 對 所以他也會勾引他 對… 反正 反正 彈念小倩的任務就是勾引 他就是滿忙的 對啊 老老派他 對 然後我就阻止他們兩人在一起 勾引到 勾引 你坐電梯啦 轉勢頭他會變電梯小姐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啦 借大家跟我們好好聊聊 接下來第三位 是我們資深媒體人 麥若瑜麥大哥 歡迎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天真的很高興 很榮幸來這邊 因為你知道葉偉星導演 我很崇拜他 他是 我不知道各位 介紹一下 導過什麼電影 我從五個嚇鬼的少年開始看 他拍的 香港所有類型電影他都拍過 鬼片 他拍過生化壽司 迴轉壽司 就是你拍的 然後警匪片他拍過 爆裂刑警 古天樂那個 他文藝片拍過一個很棒 叫朱立業與梁三柏 吳君如跟那個黃丘 曹格嘛 吳正 不是啦 朱立業 很棒的一部文藝片 他拍古惑仔片 望角風雲 拿獎